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出手就是王炸 六年后 王一博在他熟悉的舞台 再次经验了所有人 一支独舞 演绎了少年的青春气息 意境纯粹 再都不容易的这一年 温暖了所有人 像阳光那样的他 赤脚演绎的现代舞 将东方卫视的收视率提升了几个档次 王一博的作品不多 但很经典 陪你到世界之巅的迹象空 面对低谷 迎难而上 成为中国观众最喜爱的男演员 他的歌曲《EOEO》获得美国最佳编舞奖 他还是创造101的舞蹈导师 全能艺人 却黯然退出了天天向上的舞台 因为学历 主持人正 他被逼回起点 很多人猜测 他可能会被雪藏 迎来长时间的低谷期 不过 两个月后 他高调回归湖南卫视 让人对他的未来有了更多猜测 01 王一博是天生的舞者 仅学习一年 便参加了全国IBD顶尖街舞大赛 并成功闯入hiphop组16强 因此 他被乐华娱乐发现 和韩庚 孟美琪 范诚诚 成为同事 并到韩国接受专业训练 三年练习生 每天练习十几个小时 文化课几乎落下 三年后 他是UNIQ组合的成员 并频繁参加活动 为忍者神规 变种时代马达加斯加的企鹅等电影演唱主题曲 出到当年就获得尖叫爱奇艺之夜的最具期待组合奖 随后又获得年度音乐大奖 在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中获得榜单三连贯 但立志成为全能艺人的他并不满足于歌唱事业的成绩 他向主持事业发展 加入天天向上 西字如今的他遭质疑 但汪涵给了他莫大的支持 汪涵说 刚上节目 难免紧张 尤其站在碎嘴大张伟旁边 在日常主持时 还将多年的主持经验倾囊享受 在生活中 汪涵也对王一博颇多照顾 节目上是吃了一字 王一博说 很好吃 汪涵就自费买了许多寄给他 在汪涵帮助下 他的演艺能力也飞速提升 19岁的王一博 搭档陈乔恩 同大为演出《人间至未是清欢》 并得到导演陈明章的肯定 虽然年龄小 却工作认真 表现非常好 后天的勤奋 让他在亚洲影响力盛典上 成为最佳新人演员 却没有为他带来更多的男一号邀约 王一博并不是科班出生 在试境陈情令时 曾两次落选 片方认为他无法胜任 不过 最后选定的男演员 却无法参加拍摄 他钻了空子 才成就了陈情令的经典 电视剧火出圈 稳居收视第一 让他变得家喻户晓 蓝忘机沉默寡言 却能为魏无限两肋插刀 他凭此角色 获得第26届华顶奖 全国十家观众最喜爱的电视演员 与蓝忘机的独来独往不同 陪你到世界之巅的 既相空 一角 是团队的领袖 因为此电视剧 他成为第三届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 并获奖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全能艺人和VIP之星 他还是东奥文化推广使者 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 湖南省文明交通形象大使 2021年 王一博首登春王舞台 就是和刘德华 关小彤表演节目牛起来 这一年他的戏路也变宽 不再执着于小鲜肉的扮演 将理想照耀中国里的英雄角色 蒋仙云刻画的入幕三分 全能艺人王一博 已经成为九五后的流量担当 02 一路走来 王一博的演艺之路充满荆棘 他学街舞是偶然 在电视上看了一场街舞表演 便对他爱到无法自拔 在那个年代 街舞是不良少年的代名词 妈妈死活不同意 他多次苦苦哀求母亲 但数周后 妈妈才答应让他试下 14岁 王一博去韩国进行专业训练 随后考入汉林一高 和周子瑜 孙永宅 宋明浩是校友 这是一所 明星 学校 是众多韩国偶像的母校 不过 某户上有人身扒了他的学历 得出结论 高中 初中均未毕业 在陈情令的发布会上 还不会写栏 此 由三个字 遭到很多人的质疑 网友纷纷喊话 专业能力固然重要 汉字学习也要抓紧才行 他能得到蓝忘机的角色 也是因为简陋 没有学习专业表演知识 导演组一度认为他演不好 两次落选后 他依然在为角色做准备 不到最后一刻是不放弃 最后才能呈现这么好的作品 同样因为太年轻 在冰与火试镜时 傅东宇评价王一博 他最年轻 偏文弱 有牙癖的感觉 并不像警察 对于陈宇的选择 王一博外貌 年龄最不像 不合适 也不合适 但是 傅东宇又说 王一博 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演员 而且他在目前的青年演员中 他的力量感是不多见的 他演戏时 投入了全部感情 编剧看他演出时 直接泪奔 03 现实中 王一博的感情 却是个谜 他曾坦白 自己有一段四年的恋情 帅气又多金的小鲜肉 绯闻自然不会少 在天天向上时 他和关小彤 贴身热舞 很是亲密 绯闻被传得满天飞 后来 关小彤有了陆寒 才将事件平息 但是 孟美琪和王一博的绯闻 却被传得有理有据 同为练习生 又是老乡 还有亲密合照为证 不过 王一博 却始终未回应 在影视作品中 王一博荧幕首秀 就有拍吻戏 梦想合伙人的王一博 和姚晨眼情侣 含着披萨就吻了 在电视剧《游匪》中 王一博和赵丽颖合作期间 有一段吻戏 这是唯一一段吻戏 也是这部剧的点睛之笔 剧后 很多人刻过他们的CP 从剧中看出 王一博还是很青涩 害羞的表情 没法骗人 王一博是轻瘦飘逸的蓝二公子 也是坚毅有力量感的陈宇 还是追求速度的赛车手 但他最重要的标签 是一名舞者 他是唱跳剧家 演技精湛的三七艺人 他是永不服输 追求完美的少年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他却用才华征服了大家 即使已经成为流量之王 却并不浮躁 用心塑造每个角色 在新的一年 他和天王巨星梁朝伟主演的《无名》 即将上映 不知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的频道